肖敬腾今日在统一元气馆举办新专辑首场预购前唱会 吸引了数百名歌迷冒着淋雨的危险到场支持 为配合新专辑王菲的主题 许多歌迷都戴上了小型的王冠 样子十分高效 而肖敬腾一身白衣 骑脚踏车的亮相更是出人意料 据悉肖敬腾的这辆爱车 也是朋友在其生日时所赠的礼物 故而十分珍贵 肖敬腾表示 骑自行车出发也代表了公司 对他一步一个脚印的银切期望 当问到骑车出行是否担心会被认出时 肖敬腾只是简洁地表示应该不会 仿佛又回到了沈华一哥的状态 不会害怕被认出了 不会啦 因为还好 肖敬腾表示 7月17号开始 自己将在全台七个地点举行巡回演唱会 所以最近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 曾经抱恙的喉咙本来需要多多休息 但无奈日常繁忙 恐怕是没有太多的休息机会了 七场 就是练习 因为其实最近工作还蛮密集 所以 只是怕到周围的表演很练习不够 所以都知道练习 喉咙 喉咙就是多休息 多休息